喝茶 喝茶又有醒腦的效果 剛剛我好像在催眠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剛剛提到說 這個入不二法門 它的境界是比較高 那我們試圖著就是 我們怎麼樣契入不二法門 把它拉一些步驟 可是這些步驟 它不是虛無飄渺的 它是 當下我們就可以去實踐的 剛剛提到我們這個 《維摩菩薩所說經》裡面的菩薩 他們都會先 要怎麼入不二法門 要先知道二 之後知道 比如說罪福為二 然後罪跟福 無意 然後才契入不二法門 生死捏盤是兩件事 是二 但是如果見到生死 它無生死 無福無解 也不命 才入不二法門 所以它第一個步驟一定要先了解兩邊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結構來看 我就 當然也是有看了一些書 參考一些書 試圖的把架構拿出來 怎麼樣契入不二法門 第一個要先看到自己 然後看到我以外的他人 這個他也包含了 看見你了解你 他也包含了現象 現象的東西 然後咧 這兩個都了解了 都看透了 才與你發揮忠孝 所以忠孝就是 一般我們會 中國人講中庸 或者是說 折中 這個縱孝絕對不是 中庸跟折中 因為中庸跟折中 代表什麼 一加一等於 不等於二 一加一等於1.5 因為如果要折中的話會怎麼樣 我希望做到這樣子 你希望做到這樣子 那我們兩個咧 那我就 我就犧牲一點點 那你也犧牲一點點 那一起來圓滿這件事情 有沒有 這是折中 所以一加一等於1.5 可是忠孝不是 一加一大於2 大於10 大於100 這是忠孝 透過我看見我自己 我看見他人 然後共同的來討論出 雙贏的這個忠孝 那這個忠孝呢 我們可以說 從現象的 從比較世間的角度 我們可以說 他可以其入不二 因為他離開兩邊 離開我跟 我的煩惱 跟我看你的煩惱 我看你的這個煩惱 好 首先第一個 看見自己 我們自我 你們有去上過那個 中關 有去打過中關七嗎 有齁 沒有齁 沒關係 我們自我 有幾個定義 有三個定義 長 一 主宰 那長是什麼 長就是 這個自我可以就是自我中心 他有這樣的特質 這樣的特性 第一個特性就是 我們會認為 我不會改變 我們一般人的概念裡面 會認為有一個 不變的靈魂 靈魂就是 從這一生到下一生 一個不變的主體 我們不要講那麼遠 我們講 我們認為 我們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我們對一個人的看法 會認為他 不會改變 我們對這個人有成見 這個人就是一個自私的人 我們就永遠認為他是自私的 我們有這樣子的長 那事實上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是非常非常無常的 在阿罕記裡面有個故事 是佛陀那個時代佛陀要 他們都要脫波起始 他們都要經過那個 他們住的地方 可能都靠近那個城鎮 鄉村 可是跟鄉村又有一點距離 所以他們要走路 經過鄉村 會經過一些田野 他們可能在那邊種植 會走一段路 到村莊裡面去脫波起始 那有一次阿罕尊子 他就脫波 那就經過了 在路上 就看到一群男子 在那個地方 很健康喔 然後他在那邊遊玩 遊戲這樣子 他就這樣走過去了 然後脫波完之後 他就回來 回來一次經過原路 然後發現 早上出去的時候 剛剛那群遊戲的男子 其中有一個男人 就倒在路上死掉了 然後回來之後 就去跟佛陀說 他說 他跟佛陀講說 好奇怪喔 他說 早上才出去的時候 他們還很健康耶 很有活力在玩 然後回來的時候 咧 就已經死掉了 好奇 好奇 好奇怪 好奇妙喔 那佛陀怎麼跟阿南準則講 他說 我遇到一件事情 比這件事情更奇妙的 你的 你這件事情有什麼好奇怪的 一點也不奇怪 他說 我遇到一件事情更奇怪 所以佛陀就開始敘述 他說 有一次他也去脫波起始 然後也是經過 要去那個村莊的過程當中 也是經過田野 那也是一群男子在那邊玩啊 也是很健康 然後很有活力 那佛陀脫波起始回來的時候 發現 這群男子還是一樣很健康 還是在玩 佛陀說 哇 這件事情真的太奇怪了 因為無常沒有發生 沒有 我們懂得無常齁 但是我們都是常 我們經常都是常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這樣子 阿南準則懂不懂無常啊 他懂無常 可是他還是覺得 本來很健康啊 馬上死 我覺得很奇怪 本來滿了一朵花 你要供佛 供佛上去之後 你一轉身 那花馬上雕尾 馬上卸掉了 你會覺得 哇 這怎麼會這樣子被騙呢 太奇怪了 那事實上這是無常耶 無常是正常的事情啊 只是他太快了 那有沒有比這個更快的 我們的念頭比這個更快 我們說 生老病死 對我們來講 太粗了 有時候我們體驗不到 我們如果沒有生病 我們都覺得 這個世界太美好 那什麼東西變得最快 我們要觀察 這是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七星動念 它不斷不斷的創納在身邊 所以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因為我們有自我 所以我們看不到這個 所以首先我們要看到這個 看見自己 要先看到 我本身是無常的 那自我的定義是 它是常 所以看見自己 是看見自己什麼 看見自己啊 是無我的耶 因為我的念頭一直在動 大家可以了解嗎 好 那第二個定義是一 一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常我們可以說 從時間的角度來看 看我 從時間的角度來看我 我們一般錯誤的認為 就是是常的 好 那一是從空間的角度來看我 從空間 我跟你的關係的角度來看我 我跟你相對的關係的角度來看我 那因為我看你 我們的關係 我看你 都是用我直的框框 框框看過去 帶著有色的眼鏡來看你 所以我看到的都是投射出來的影像 或者是說 我看到你之後勒 剛剛提到那個大腦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層是什麼 第二層不是 第二層是邊緣層 那邊緣層的功能就是 取向嘛 記憶嘛 把活血記憶拿起來 我看到你的都透過我過去 我的我值 我的價值判斷的經驗來看你 所以我思考的角度都是單一的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第一眼看到我們的思考的角度都是單一的 什麼單一 從我的角度 我這角度來看你 他說 那其實我們都忘記了 他是我的爸爸 那他同時 會是別人的老公 他同時會是別人的 可能是長官 老闆 同事 可能是別人的兒子 對不對 他有很多角色 可是我們通常一嘛 我們透過我值的框框去看人 角度都是一 我看你是一 你就是我看到的兩個樣子 那事實上你是那個樣子嗎 剛剛之前提過了齁 所以現在可以講快一點 鑽石 如山 有沒有 都是 我們思考角度都是一耶 那 那 不只是我們看人是這樣 我們看現象也是這樣子 曾經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講的齁 他就說 有一個老先生啊 他 太太死了 那他非常的難過 一直走不開 走不出來齁 那一般我們傳統齁 老一輩的 如果人往生之後 他都會在這個 家裡面在客廳齁齁 放一個黑板的照片 有沒有 那叫什麼 遺照 對 而且那個遺照啊 像我隔壁的阿婆 阿婆 他放的遺照是這樣子 身體不是他的 就一根頭 砍在那個上面有沒有 那也有一種是 大頭罩 然後但是是黑白的 那不管怎麼樣 臉都是黑白的 那這個老先生呢 就很思念他的太太 一直都走不開 然後最後他 這樣也不是辦法 就想了一個辦法 他想到了一個 就是說 他自己也去照了一張 大頭罩 然後把他洗成黑白的 就把他放在那個旁邊 大家有聽過這故事對不對 放在旁邊嘛 那這樣 他好過一點耶 因為他認為說 他的太太有人陪他了 就是 好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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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好像有人陪在他旁邊 這樣子 就生活就可以 就可能比較自在一點 就 這個思念的這個 心情就可以舒緩一點 那有一天呢 他在外地工作的兒子回來 回到家裡面 然後帶著他的朋友 一起到家裡面來 然後他在裡面客廳啊 然後他朋友就問他兒子說 這個是你媽媽嗎 他說 對這是我媽媽 那這是你爸爸嗎 他說 對這是我爸爸 結果講完之後 然後爸爸就從樓上走下來 那走下來之後咧 他的朋友就一直不講話耶 沒有禮貌 沒有問好 不講話 然後那個 老先生就在客廳裡面 搜搜耶 他就走出去了 這樣子 那走去之後咧 那他兒子的朋友 就問他兒子說 你有看到嗎 有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自我 這是一 我們看事情的角度咧 都是透過我子的框框 我的過去的價值判斷 來看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黑白的照片 掛在客廳裡面 就認為他是 已照 他是往生的 有沒有 這是一耶 他沒有問清楚 那他兒子也覺得 他怎麼怪怪的 都不講話 沒禮貌 還有沒有 我們常常發生這樣的狀況耶 不只是人 有沒有知道那個 我們台灣 或是華人 我們點頭代表什麼 對 問好 搖頭代表是不要嗎 可是你知道 那個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人 他們點頭是什麼 不要 是不要 他說 我不要 我不要 好 我要 好的 這樣子 所以曾經有那個 髮型同學啊 他們去 之前那個 南亞大海校嘛 然後他們有去那邊 又到斯里蘭卡區 去做一些青年的交流 然後他們就要坐計程車啊 然後就造車這樣子 然後計程車 他們還不了解這個嘛 計程車就跟他點頭 他說點頭之後他就舉手嘛 然後計程車就這樣呼嘯而過這樣 對 然後他們就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你說可以做 為什麼又走了 然後他們又遭受 然後計程車就跟他 然後他搖頭 他說 爸爸算了 這樣子 他自己又過去了 結果他們就決定坐公車 那一般我們坐公車 我們都會覺得說 要拉那個 如果你是站著要拉那個 拉環嘛 才會安全 那斯里蘭卡的公車是怎麼樣 他們沒有門 而且是小台那種麵包車 那上面擠滿的人 那因為他們斯里蘭卡的人 就是很熱情嘛 他們就是 媽媽帶著小朋友 在車上跳舞 然後那個司機還開那個喇叭 開得很大聲 大家在那邊 跳舞這樣子 然後我們 台灣去就覺得好危險喔 很怕會被擠出那個 沒有門的那個門 很怕會被擠出去這樣子 那就是一耶 我們從我們的價值判斷 來判斷他們國家 我們包 白包代表有人死掉嘛 可是你 日本人他們白包包 白包 白包齁 是什麼 是 不一樣齁 我自己也發生過這樣子 其實我們常常 生活經驗常常是這樣子 我在當 在深大當學生 我們寒暑假都會到國外去實習 那那一年我就到那個相鋼 美國的那個相鋼道場那邊實習 那時候計程法師的期結束之後咧 我們都會在那個拉比 就是他有一個 一個 怎麼講 接待的那個廳 那邊放那個 基程法師的墨寶 那我們就要幫 幫基程法師把那個墨寶先佈置好 那就跟我同學那邊在調 像那個 墨寶貼在那個 墻壁上面嘛 那通常我們兩個人合作的話都會怎麼樣 一個人在那個地方調嘛 然後我就站在遠處跟他講說 大家有沒有這樣經驗 有齁 那我們就是希望把基程法師的墨寶 擺得很整齊 讓他看起來很舒服齁 那我們就 我們就開始這樣比比比 那所以 那我就是比較骨毛齁 骨毛大家聽得懂嗎 骨毛所以我就 這樣子 只差一點點 然後我還是要 一點點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就好不容易就 嗯 調好了 好一點點一點點 再一點點 再往下一點點 再往左一點點 然後結束之後 我那個同學就走過來 他說 我剛剛都沒有動 這樣一點點 好這樣可以正 吃到他完全沒有動 這是什麼 這是1 我們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這樣子 經常這樣子 看到他是我爸爸 他只能是我爸爸 他是我老公 只能是我老公 我們就忽略著他是別人的同事 他有他的 他有他不同的關係 所以1 是從空間的 空間的角度來看彼此的關係 我跟你的關係 我跟環境的關係 那這是什麼 如果我們從自 從單一的角度來看就是 自我 那主宰是什麼 主宰就是 我們認為我們能夠掌控自己 同時要支配別人 這個欲 欲求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媽媽 媽媽總是希望兒子好 兒女好對不對 所以老 所以呢 他可能會 不希望兒子走偏 不希望兒子走 多走 就是走一些奇路 走不好的路 或者是多繞了多一些路 可以走捷徑 或者是說 簡單講就是說 希望兒子好 希望孩子好 所以為他鋪陳了 學習的過程 有沒有 希望他是考第一名 尤其是比較早期的 還有 所以他媽媽是希望 媽媽的那個 自我裡面就有這樣的特性 他會去支配別人 那同時咧 我們都想要支配我們自己 然後掌控我們自己 那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光拿生病這件事情來講 沒有一個人是希望生病的 但是我們沒辦法控制他 你要生病 你就是會生病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這是主宰 那也有一個 網路上面的一個 太妃說是笑話 他說 有一個人 他那個 這一輩子啊 作惡多端 做了很多壞事 那他往生了之後咧 就到了 閻羅網那個地方去 那閻羅網就 把他的那個 供過布拿起來看 就計算了一下 你有看過這個笑話嗎 計算了一下說 哇 你前世啊 作惡多端 所以你下輩子 沒辦法再當人了 我幫你算一下 你只能當一條魚 魚啦 那他就 他就想說 哇 不行了 我怎麼能夠當魚 然後就跟那個 林羅網討價還價 他說 好啦 要我當魚可以呢 那可不可以 不要當那種 被監柱吵雜的魚 那原來有說 好好 那我跟那個判官 商量一下 他就商量 那商量完之後 他說好好 那你就去投胎吧 去當魚 不會被監柱吵雜 那結果咧 這個世界上 就多了一種食物 叫做什麼 叫做生魚片 對 對 我們連到死 我們都想要主宰我們的生命 事實上我們可以主宰嗎 我們是業力的牽引 我們沒辦法主宰的 但是呢 我們都是自作自受 自己做的事情 才會形成業力嘛 我們是自作自受 然後受業力的牽引 所以我們沒辦法主宰 那看見自己是看見什麼呢 看見我們有這些特性 這些讓我們執著的特性 都從自我的框框去看到 看外景 包含了你我他 包含了環境 所以我們首先要看到 我們自己是無常的 我們自己總是用單一個方向 在看待事情 是不完全的 是不圓滿的 我們總是想要主宰自己 想要主宰別人 想要支配別人 當我們能夠看見自己的時候咧 這個時候會怎麼樣 我們就容易看到別人了 所以會到第二個步驟 那在第二個步驟之前咧 先讓大家看一個影片 大家有看過這個影片嗎 公主與王子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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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因為前面的字幕很重要 在一個人的字幕會 如果你是一個紫禮 但是我們一個紫禮 如果你是一個紫禮 想要主持人 你也可以在一起 或是你才會有 在一起 你才會有 對 紫禮 紫禮 那還到最後嗎 他不 on the best 還站起來 最後 太可怕了 不想打一下 你不想打 tenim了 宫子 女儿 不存在我 一天命 就我禁止 不让我等一睡 我死了 我 flight 我等你 我是 Jagadra 好恐怖 我的天哪 verdict 你做得了 我想做的 你也没有说 我还没努力 做得出来 我可以做事情 郭露酬 你死定了 我做的事情 我做了啦 我做的壮不 我做的壮不 我的生日 我做的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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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说,我会变得更多了 再说? 我会变成了纪念 我会变成了纪念 这是第一次我变成了纪念 别 别,别,别,别 我会变成了纪念 我会变成了纪念 没有,这就是我的纪念 那么,我们必须再变成纪念 我会变成纪念 我会变成纪念 不好意思 申请不吝点赞 你知道我们的女人是一个女人的婶子 你没有争害怕 我们都不想测试 好 你会是个好蜡蜡 一羡蜡蜡 你不想测试 你不想测试 我会死 我会死 招牌 招牌 我变成了一个女人 不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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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绝对 最后 退 大不想来 我头奋你 你要命 会死 那度人 会消失 求测试 曾间 这座日 曾间 曾间 你会死 你会死 我会死 你会死 你死 你呢 你 jorn到你的 美麗 三人 一カ 一一五三 一五三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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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 就在攻击一下 还是不凭 一 两个人 是两个人 哎呀 我还是 我还在你 我还是要去 我还要是 我们是失败者 可以不要放手指向人的肩膀 像这样吗 是的 你可能会让大家去 不是 你不要 不是 你不要 是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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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但它是一件事 你不想要在这一步的力量 尝尝尝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 我们要留下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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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温的 你自己是 一瓦 老娘 你自己是 一瓦 老娘 你自己是 老娘 我自己在那儿 要 такой 老娘 我算了 你自己是死的 我自己是小 Jacob 我自己是瓦 我看不到的比 我悔 若果象 但是所有的心 那是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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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威风 那是威风 那是威风 那威风 那就是威风 那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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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 我让你 那我知道 这是我的重致 你现在有译 我觉得是威风 你听听 你以后 你会上闹 那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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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到真的是 那我看到了 我看得到 那我看得到 但是我看得到 是你害怕的 是 hanya我戴上的 我看不清楚 是那我扛意的 不是 在哪 那次 那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那它 那我看得到 れて 我看得到 但 那 你 我看得到 有 就 现在 你 文字编译鑽 好 大家看完有什麼心得 覺得好笑而已嗎 跟時間的關係我直接講 我看到的是 一開始他們互相親吻 然後親吻的過程是不是在吵架 到最後他們怎麼樣沒有吵了 我變成你你變成我的之後 當我變成你的之後 我才能夠同理你 你變成我之後 你才能夠同理我 當然他這個影片主要傳達的 還有很多意涵 那我想要點的就是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看見自己 看見自己是 無常的經常在變 經常用單一個角度來看待事情 經常想要主宰自己他人 那所以我們就要去 我們怎麼樣 不從單一的角度看事情 就是我們要站在別人的角度來看事情 我們怎麼樣不去 我們常常會想要主宰支配別人 那我們如果發現的話 我們是不是比較容易的能夠 也能夠設身處地的為別人想 所以第一個步驟我們如果能夠看見自己 第二個步驟我們就容易做到 那做到這個 就是需要同理心 公主與王子 同理心是什麼 就是將心比心 就是當我設身處地的站在你的立場去看事情的時候 這是同理心 但是咧 同時咧 我又知道我不是你 我不會失去我的立場 大家清楚嗎 因為如果同理心沒有 大家對同理心有誤解的話 就是說我站在你的立場去看待事情 感同身受 那是不是你哭泣我要跟你一起哭 你感受到悲傷恐懼 我是不是跟你一樣恐懼悲傷 沒有 不是喔 我還是清楚我自己 所以第一個步驟要先看清楚我自己 然後再看到別人 那要契入 所以第二個步驟就是 我看見你 了解你 我努力的去了解你 不再是 只是從單一個角度看事情 不再是 然後同時也知道自己是無常 一直在變動的 然後同時也知道自己 自己的特質是會想要支配跟掌控別人 掌控自己的 那這個同理傾聽咧 同理心咧 事實上也是人的本能 科學家做那個實驗 做這個猴子的實驗 他說 他把那個猴子上面貼了很多電極片 然後去測試說 測試一些東西 然後突然一個意外 他發現說 他還忘記把那個猴子上面的電極片取下來 然後他拿東西要給其他的人 那猴子咧 看到有人舉起手來拿東西要給其他的人 他腦袋觸發的那個地方咧 就是他自己拿東西要給別人的那個地點 那個點 那個地方叫做腦島 在腦島這個地方咧 所以說什麼 我們頭腦裡面的結構咧 就與生俱來的 我們會同意別人 有沒有 大家看到人家吃酸美 我們自己也會流口水 看到有人哭 我們也會想哭 也就是你看到媽媽在哭的時候 然後科學家又繼續做實驗 他說 他把一個人的電極片 電在這裡 那可是他通的電量呢 是一般人體驗不到的 很小很小很小 體驗不到 那他怎麼做咧 他就是 那這個人 電極片放在這邊的那個人 看一個螢幕 那個螢幕咧 是他自己 或者是說是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他被摸臉 他看到那個人被摸臉 這個時候咧 他可以體驗到那個 原本他體驗不到的電極 然後他們又繼續做 這個人換成是跟他同一個種族膚色的人 他可以體驗到 那如果換成是一個黑人 跟你不同種族的人 他體驗到的機率就下降 他 對方是跟你同樣政黨的人 他可以體驗得到 跟你反對 跟你不同政黨的人 他體驗比較少 體驗不到 所以他告訴我們什麼 當我跟對方 我跟對方 如果站在同一個立場 同一個角度 我比較容易去同理他 例如說我們都是學藝術的 比較容易跟藝術的人溝通 對不對 或者是跟我的親人 我看到我的親人流眼淚 我也很想流眼淚 我也不自主的流眼淚 這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開發我們這個同理心 就是 我們要去尋找我跟別人一樣的地方 不只是同一個政黨 那我們人有哪些事情是與生是一樣的 譬如說 你們都跟我一樣 都會生病 你們都跟我一樣 不喜歡痛苦 喜歡快樂 你們都跟我一樣 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經歷了許多的挫折 困頓 同時也經歷了許多快樂 快樂的事情 傷心的事情 你們都跟我一樣 這樣 終於一天會老去 有沒有 當我們能夠跟別人 一樣 的時候 站在跟別人同一個角度 立場的時候 我們比較容易去同理別人 這是科學家實驗的證明 然後同時勒 剛剛提到說 同理心觸發的那個點 叫做腦倒 當我們看到別人哭 我們會想哭 除了我們哭的這個頭腦的結構 會觸發之外 腦倒那個地方會觸發 那腦倒這個地方 剛好主管 主師 我們身體的什麼功能 就是認知的功能 我們會有感覺 身體的觸覺 對個人的自我的認知 所以我們要開發第二個層次 要企圖無我的 企圖不二的第二個層次 我們怎麼訓練 其實就是透過禪修 禪修是什麼 是自我認知的能力 我們從放鬆開始 是不是要先觸覺身體 你在觸覺身體 對自己越來越了解的過程當中 你的腦倒就會越來越發達 你的腦倒越來越發達 你同理心就越強 所以 第一個步驟當然也是需要禪修 需要禪修我們才可以看到自己 那同時禪修可以幫助我們 達到第二個層次 讓我能夠更 更能夠看見你 了解你 從生理的角度 從微物的角度來看 是這樣子喔 我們餘生修來的 那個 頭腦裡面的結構是這樣子 所以就算是你安靜下來 體驗你的呼吸 你之後再訓練 你要同理別人的能力 呼吸是觸覺嘛 你的心意往內收去感知你自己 去體驗你自己 都在訓練你 培養你 去同理別人的能力 因為就是 然後到這個地方 剛好就是我們自我認知的這個 這個能力的這個點 所以第一個跟第二個步驟 都需要透過一些練習 然後禪修是一個路徑 所以它不只是觀念上的東西而已喔 它還有操作還有方法的東西 就是禪修 這邊大家可以了解嗎 好 那接下來要進到第三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必須要你看見自己 看見別人 之後才能夠達到的 因為你看見了自己 你才能夠順利的看到別人 因為你順利的看到 你努力或者是順利的了解了別人 同理的別人 你們才能夠坐下來一起溝通 怎麼找出 非二元對待的一個方式 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在做第三個步驟是 發 我跟你發揮 重效 那這個重效不是 1加1等於1.5喔 1加1等於1.5是什麼 剛剛講到的是 折衷跟妥協 因為我總得要犧牲我自己的某些東西 然後你犧牲一些東西 我們才可以一起合作 可是 當我們做到第一個步驟跟第二個步驟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心平氣合的坐下來 討論 除了是非之外的第三個選擇 除了對錯之外的第三個選擇 就是不二 所以第三個步驟 1加1大於10 1加1甚至是大於100 那我舉一些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 這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農家子弟就知道 我們家在商巷 早期很嚴重 現在比較好了 以前就是整個水溝都是 一整排都是這個 福壽羅的卵 那我們曾經在 聖大的校外教學 我們曾經去到一個 你們知道自然農法嗎 自然農法就是說 它比有機再更高一層 尤其是它可能還會用有機肥料 那自然農法是 它根本不用肥料 可是它需要的時間很長 然後它不用肥料 也不用有機肥料 不用農藥化肥都沒有 它就是讓土地自己 還原成原來適合生長的土地 所以它需要很長的時間 同時它也不用 它可能有些 它可能也不用一些 生物防治 寵害的方式 有些人它會 譬如說養那個鴨子去吃壞蟲之類的 那總之呢 自然農法就是 它不用 農藥化肥跟 那個 自然的肥料 那它怎麼做咧 我們去參觀這個 叫做秀明農法 從日本重過來的 因為我們台灣有這個 福壽人 因為台灣人愛吃嘛 把這個福壽的進口 進來之後自己養 發現這個肉不好吃 就把它丟掉 因為它就很適應台灣的生活 整個越長越多 越長越多 所以 稻子它就會吃稻子 長大之後它就會吃稻子 那咧 這個秀明農法的這個主人 他們就 他們也不去殺害這些動物 但因為不能長農藥嘛 他們也不可能就是 自己去抓這些蟲很多 他們就去觀察 這些蟲的屬性是什麼 他們先了解自己說 我自己我不用化肥 不用農藥 甚至是我不用自然的 生物的這個 譬如說它不養鴨子去殺這些 去吃這些 他先了解自己 之後咧 他去同理 去了解對方 就福壽羅 他就發現 了解福壽羅的特性是什麼 他發現 福壽羅 他需要水 他只會吃 水下面的植物 譬如說 稻苗 我們水稻都是要放很多水 對不對 那水稻剛長出來 比較細 比較嫩 他在水下面的那個地方咧 福壽羅就會去吃它 他發現這一點 那他怎麼做咧 稻子他沒長大之前 他水都是低於那個土 他是有水 他是低於土 那 那稻子能夠活 那等到咧 那水福壽羅的沒有東西吃 他就會離開 這就是說 他會去吃那個雜草 有沒有 因為 吃的農法他們也不出草的喔 他們就是平衡喔 除了可能會幫助一下 在那個 要長的那個 周圍 出一點草 其他他都不出草 所以你去看那個自農法 大家都會 農夫都會覺得說 這個是懶人 懶惰的人喔 事實上他們是有原因的喔 所以他們也不出草的 那這些福壽羅勒 他因為吃不到這個 應該是說 剛剛提到說 福壽羅他只吃水下面的東西嘛 的植物嘛 所以在幼苗 稻子的幼苗 還沒長大之前呢 他水就不要放超過 放跟那個土一樣高 然後等到這個 稻子呢 長得夠粗壯了 然後再把水放起來 那因為他夠粗壯了 所以這個福壽羅就吃不到 吃不下去 咬不下去了 他就會去吃什麼 糖冰的雜草 所以等於就是 因為他了解了對方 了解了福壽羅 之後呢 他們兩個共同 創造出一個第三個選擇 發揮中效 然後福壽羅勒 他不去殺他 讓他吃雜草 他幫他除草 然後同時勒 他又能夠照顧他的刀鐵 是不是很聰明 就是 他透過這三個步驟 達到不餓 一般人的思維模式是什麼 我要吃到你 你來吃我 我就殺你 所以他是二元對地喔 你是壞蟲 所以我要讓你死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這是二元對地喔 可是修明用法他們不是喔 他們是 我們兩個可不可以 共同創造雙贏 這個就是不餓喔 離開兩邊喔 不是你死 那也不是 我活 不是你死也不是我死喔 而是大家一起活 創造這個雙贏喔 所以他的思維模式 就不是二元的 所以呢 你看 他就是這樣處理這個 所謂的害蟲 還有一個例子 剛剛有博薩問說 現在不是有一個 沉默的靜坐的人嗎 那其實他是從這個人來的 他是誰 甘地 就是甘地的年輕的時候 他年輕的時候呢 他到南非對不對 那南非不到一個禮拜 就被人家從火車上面趕下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南非有那個 種族隔離跟歧視 所以他們是 譬如說坐公車那個 就是他們可能是分車廂吧 就是說 因為那個甘地 他的膚色比較黑嘛 他是印度人 所以他就被 被那個警察是 趕下車耶 然後趕下車之後 他就在那個月台上面 待了一個晚上 他在思考 他一開始很憤怒 他思考了說 我要反擊耶 一般人是怎麼樣 我不是反擊 就是逃避嘛 好吧 就夾著尾巴 我就順從他 我就逃避了 他不是 他不是二元對立 他不是反擊 他也不是逃避 他做什麼事情 蛤 他 他思維出一個 一個方式 因為他不餓了 他不 離開兩邊 不是反擊 或者是 他也不去反擊 也不去 也不是逃避 他用的方式叫做 非暴力的 運動 所以咧 他 構想出這個 開創出這個 非暴力的運動 一待就在南非待了22年 22年耶 然後也學習到了這個 非暴力的哲學 之後帶回到 印度 然後促使著 也是用這個非暴力的哲學 非暴力的運動 然後使著印度 然後獨立 脫離英國 然後獨立 對不對 這是什麼 我們人的思維模式咧 會造成我們的行為 然後我們的行為咧 會成就我們的結果 會導致結果 所以我們的思維模式 我們的觀念最重要 我們的觀念經常都是在二元對立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反擊就是逃避 有沒有 反擊跟逃避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第一層 腦幹的那個 第一層 逃或者是 戰 有沒有 我們也是與生俱來的 所以我們很習慣都是這樣子在思考 那甘地沒有 還有修民農法的這個農夫沒有 他們是離開兩邊 然後共同的去討論出一個雙贏 但是你要共同討論出一個雙贏的這個 這個做法的前提必須是 你的觀念必須是不二 是離開兩邊的 離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離開非黑即白 那怎麼做咧 先了解自己 同時咧 你去了解自己了之後咧 去了解別人 然後再一起坐下來討論 我怎麼樣跟對方發揮忠孝 到這邊大家可以了解嗎 這個就是 一般的凡夫啦 要棄入不二法門的一個步驟 你第一個沒有做到 第二個就很難做到 那第二個沒有做到 第三個根本不可能 剛我講的就是這個 我們的觀念喔 如果是離開兩邊的話 就會造就我們的行為 我們如果離開兩邊咧 我們就肯坐下來跟對方好好的談 回去傾聽對方 欸你跟我的意見不一樣 我必須要聽的 因為一定是有某 一定有什麼價值值得我聽 值得我學習的 坐下來一起談出一個 你贏我也贏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的觀念是二元對待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所以我就會 我的行為就會去攻擊你 所以美國就是這樣子 他們都是美國利益嘛 所以做出 美國的做出任何的 不要講這個齁 就是很多人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們是二元對待的 非黑即白的話 我們的行為就是會是 攻擊 然後去拉攏跟我一樣的人 去攻擊跟我不一樣的人 那結果是什麼 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好哇時間到了 那就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就 然後講到最後 為什麼會付錢買燒餅 付錢買燒餅 是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你要去買燒餅 是不是要付錢 如果每個人買燒餅都付錢的話 會怎麼樣 就會天下太平 為什麼這樣子 這是出自於 這個書群這個音樂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講了 就是 爸爸書群嘛 還有兒子 說是跟書冊 他為他取名字 是有意義的 那這個意義剛好 跟不二也有關係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體會 那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付錢買燒餅 是天下太平 在這個林济禪師 他在調教他的地址的時候 他有很多手段 然後其中一個手段 叫做飼料檢 他說 奪人不奪勁 有時奪人不奪勁 有時奪勁不奪人 有時人勁俱奪 有時人勁俱不奪 這是什麼 人就是我執 我執重的人 他就奪人 我執重的人 然後法執比較不重的人 他就奪人不奪勁 所以 靜就是法執重的人 就是我執重的 那如果我執跟法執都很重的怎麼辦 就奪人也奪勁 把你的執著 你對現象的執著 跟對個人自己的執著 把它扭斷 把這個執著給扭斷 奪就是把它扭斷這樣 把它截斷 他調教地址的方式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敘述說 那什麼是奪人不奪勁 奪人不奪勁就是說 這個人啊 我執很重 可是他的法執 對現象的執著 比較淡 林建成就說 旭日發生鋪地井 陰海垂發白如斯 意思是什麼 太陽出來的時候 太陽的光就照到地上 很何許 不奪勁嘛 勁還是一樣 可是勒 小孩子剛出生 頭髮就白了 奪勁 扭斷你對人的 我的執著 這是 那時候的語言 大家可以理解嗎 一邊是 太陽出來 然後自然的光線 就撲到大地 然後靜是什麼 人是什麼 要扭斷我執啊 小孩子剛出生 頭髮就白了 就要死了 然後又 然後第二個是 什麼是奪勁不奪人 就是這個人啊 對別人很在意啊 對現象很執著啊 他是對自己 比較看淡 是怎麼講 他說 亡命已行天下騙 將軍曬外 絕焉成 就是說 這個國家 他講的都是 你看 如果將軍不再曬外 將軍曬外 絕焉成 絕焉成 不是的 一切太平 然後呢 外面不用人 都沒有人 將軍不用再曬外 然後對抗 這意思 簡單的百話是這樣子 就是 王已經得到了天下了 所以 大家都歸順了 旁邊就不需要有 塞外將軍了 那什麼是 人俊俱多 這個人啊 我執跟法執都很重啊 所以 林基成是怎麼扭斷地址的 我執跟法執 他說 病藩決心獨處一方 這兩個是地名 病跟藩是地名 這兩個地名 這兩個地方呢 路已經不通了 往來的 沒有人可以往來 然後 兩個地點都已經獨立的 沒辦法互相往來 所以人沒辦法走 然後換靜 靜也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不通 所以人靜俱多 切斷你的執著 我執跟法執都斷 那什麼是人俊俱不多 就是這個人啊 沒有我執沒有法執 那是什麼狀況 就是王登寶殿 爺老 摳歌 什麼是摳歌 原來就是在很高興的唱歌 很高興的讚嘆 讚頌 所以王已經登了 寶殿了 然後人啊 很歡樂 第一個 第二個跟第三個不一樣 第三個 第二個是 第二個跟第四個不一樣 第二個是 沒有人 塞外都沒有人 只有一片太平的那種現象 那可是第三個是 王登寶座天下太平的同時勒 那個老人在唱歌 野老在唱歌 在讚頌 那所以勒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王登寶殿天下太平 就好像是 我們平常去買 燒餅的時候 要付錢一樣 也不會去偷去搶 有沒有 所以大家如果 每個人的思考的觀點 都是不餓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都先看到自己 是 是無常變化的 經常是用單一個角度看事情 所以有改變 我去看看別人 是怎麼想的 然後不去支配 不去 怎麼講 主宰別人 對 然後同時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別人 然後再去 有什麼紛爭呢 有什麼不一樣的意見呢 我們再坐下來 一起來同理 來討論 如果這麼做的時候勒 是不是就天下太平 就不會有 服貌 反服貌 反和 廢和 之類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理啊 站在他的角度 一定有他的理由 站在我的角度 也有我的理由 那我們可不可以坐下來談 一起雙贏的 要一起雙贏 必須要一個前提 就是 這兩邊的人都要有不餓的 概念 對 不是非黑即百 而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耶 我們一起共同創造雙贏 所以我才會說 付錢買燒餅 是天下太平 只要大家能夠 每個人欺負不二法門 天下太平 好 大家沒什麼問題 那我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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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谢观看